上下震荡中场下跌26点以10995点做收 那么今天台北股市虽然说没有一个所谓成交量 可是问题的今天这个行情真的是把很多 不管是做多不管是放空能全部搞到贯点 那我请问大家今天早上起床 你有没有看到香港股市一口气大跌将近有400多点 就看到香港股市大跌400多点 你看到这一个急杀跑去追空就一路垂直往上急 就看当你看到过平台警线的时候 你又把你的空单停准反手做多 他又杀下来 杀下来你又想到香港股市又跌了400多点 你又再放空就又嘎上去 就嘎上去之后你又反手做多 结果尾盘收在最低的低点 我请问各位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一个所谓老师 遇到这样的软体 我只能奉劝各位 难道你们操作没有任何的一个方法 没有任何的一个所谓节奏吗 难道你们的操作没有任何的一个所谓SOP吗 我在节目当中我就跟他有强调 我说你们真的不要急 你们想要验证 你们要选对软体 就像很多小师啊 到底我要用你的软体 还是用其他头顾老师的软体 我还是给大家一个非常中心的建议 你当然要用其他头顾老师的软体啊 因为他们收完盘的时候 自然就会买最低卖最高 可是盘中他们很容易追高杀低 有时候我是觉得啦 人本来就是应该出去学一些经验 学一些跌倒之后 你才会有未来的一个所谓成长 可是我所跟大家强调的 我是跟你比大小 我敢在盘中的一个所谓连线节目当中 我敢在LINE8里面 直接了当告诉你主力做什么方向 不然我们LINE8的一个所谓账号 小老鼠PRO101赶快加入 就好像什么叫SOP 在昨天的时候9点321分的时候 我有没有预告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的多 在昨天11点40分的时候 我在你们的LINE8 我有没有预告已经进入了一个标标准准的多方时间 结果昨天台北股市有没有因为主力心态多 有没有因为多方时间 昨天开低走高 收在一个所谓最高的一个所谓高点 我这样讲没错吧 我们要来到今天的时候 在9点20分的时候 我们给你预告 今天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准的多 这个主力心态多 9点离世班 会员去卡位 一口气有没有涨了45点 那你需要每天追高杀低吗 看突破跑去追 看跌破跑去空 你难道不知道 人家现在主力作手 他除了在修理均线 修理成交量 修理KD之外 甚至于他连最重要的突破K棒 跌破K棒 他都在做修理吗 因为大部分的软件很简单 我说过他们设计原则就是这样子 我上下震荡盘整 往上突破 自然会有箭头买在最低的讯号 结果主力作手 难道不知道突破要反向操作吗 不然他怎么叫主力作手 那为什么 我再跟他有强调 你这样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你能不能够拿出你的一个所谓操作策略 能不能拿出你的一个所谓操作上面方法 就同我这边最简单的测标再举例 当时呢 在8月24号的时候 外资卖了7100口 记得8月24号什么哪一天 这一天预告主力新太空 外资真的大卖了7100口 可是从那一天开始 很多人就是因为看到外资大卖7100口 我请问各位 上个礼拜 是不是有很多投顾老师 不断的放空停损 停损完之后再放空 放空到停损 结果短短四个交易日 会员有没有全部断头 这是为什么 我一直在跟他强调 你今天你要反败为胜 你要想尽办法 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外资哪一次是真的 主力哪一次是假的 今天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我请问各位 上个礼拜一全投顾都在放空 就只有我在做多 你们的LINE我也跟你预告做多 同样来到礼拜二的时候 我一样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还是个飙飙准准的多 没错吧 告诉你外资持续做加码买借动作 来到礼拜三 我还告诉你到底是你的技术指标 背离比较好用 还是我的主力心态多比较好用 结果礼拜三台北股市 有没有收在最高高点 礼拜四台北股市 有没有再创一个所谓波段上升高 所以378,000的对让单 对你而言会很难吗 当你拥有了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你知道主力做出什么方向 所以说在礼拜四的时候 每一个投顾老师 又告诉你任何的拉回 都是买点 因为网上突破平台仅限 很抱歉礼拜四的那天 我们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已经有多转回一个所谓空 结果礼拜四 有没有送你一根黑黑棒 礼拜四的当天 外资还大买500亿 我们跟你预告 礼拜五台北股市 就是会开低走高 有没有完完全全的命中 你能找到一个老师 把整段的行情 包括个股完全都是一模一样 今天2492的华兴科 最低的低点 我们有没有再一次的命中 我等一下都要拿证据给大家看 所以说你不要告诉我没有行情 没有行情的时候 你要想尽办法去强化你的 一个所谓专业知识 强化你的一个所谓专业技巧 上个礼拜四 外资大买5000口 每一个头顾老师 看图说故事 就跟你讲说 礼拜五会跳空开高 就能在上上礼拜五 外资卖了7100口 每一个都看图说故事 告诉你任何反弹都是空点 跟着他们对坐 你的胜率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对不对 而且预告完之后 预告完之后 礼拜五台北股市我们跳空开低 跳空开低 我们预告主力心态是一个多 我们跟你预告 在礼拜四就跟你预告 会开低走高 麻烦你把上个礼拜四的重播带 调出来看 那我请问各位 全台湾能做到这样的夜随逻辑 礼拜五 礼拜五反手做多 一口气涨了50点 礼拜一又往上跳空开高 礼拜五的时候 外资又卖了7000口 很抱歉 我跟你预告 日线周线月线 全部都是红灯 那问题 为什么礼拜一跳空开高要跑 因为很简单 你看到第一段的夜随 空方的夜随时间 而且预告主力心态空 10点09分也给你报告 有啊 都给你预告 你不是要预告吗 我再一遍 你们不要 千万 never ever 打电话进来 你带枪投靠就算了 你不需要去批评 你所参加的东家 你所参加的投顾老师 我只能跟大家强调 很多东西 人生是你自己的一个所谓选择 今天你要找到一个老师 凡事事前就跟你做预告 盘中的一个所谓连线节目 包括Line 8 还给你做验证的 你真的完完全全 绝对不可能找得到 只有礼拜一台北股市 有没有收在一个所谓最低的 一个所谓低点 因为主力心态空 盘中连线节目 盘中连线节目 也还照相给你看 只有礼拜主力心态多 我就跟着做多 很简单 操作真的很简单 礼拜先往下击杀 因为空方时间 没错吧 可是大盘主力心态多 就一口气 礼拜二有没有收在一个所谓最高高点 有没有又掌握十万块的一个所谓对账单 还没完哦 还没完哦 在昨天节目当中 很清楚跟你预告 收盘大于关键价 收盘大于一个所谓的AC 这是为什么今天早上起床 你看到美国股市利空 台北股市开低 先往上走高 最主要原因 因为在盘中的一个所谓连线节目 我都已经把你教育的非常清楚 教育的非常非常的一个所谓明白 所以九点二十分 九点零四分 会员先卡位 一口气涨了四十五点 然后九点二十分 跟你预告主力心态 还是个飙飙准准的一个所谓多 甚至十点零三分 麻烦你去问我的会员 第一段 第一段在哪里 第一段在哪里 第一段在这里 第一段在这里 蹦 蹦 六十点 再往下杀 再来一遍 主力心态 还是个飙飙准准的多 蹦 一个又是四十点 这样子九万块会难赚吗 还没完 还没完 今天 你看我节目看这么样久 基本上 外资 主力作手 一天就只有一个所谓单一的 一个所谓方向 就好像今天 我盘中预告 外资会持续做加码买进 对不对 只有下午 你所看到外资期货的数字 它是站在买方 现货我看不到 因为我时间还没到 我录了时间看不到现货 可是问题就主力作手的一个所谓角度 来导播我带在哪里 但同意呢 你今天呢可以把我们的软体给带回去 你可以拿到这么精美的一个所谓皮套 你在第一时间看到人家主力心态由多转空 主力心态由多转空 主力心态由多转空 你需要跟他客气吗 因为前三趟我们都赚钱 然后反手放空你不敢吗 前三趟我们都赚钱 赚到爆炸了 然后反手放空我们不敢吗 那如果你乱做的 得到栽栽趋势方向出来了 你敢做吗 你敢不敢做了 这是为什么 我一定要跟他强调 你得到事前预告 事后得到完整验证 老师啊 这一段的下山 你没有跟我们讲主力心态翻空 不好意思啦 早上的主力心态多 早上的主力心态多 你敢做吗 这为什么你是需要去下载 我们软体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跟理由 你懂我的意思吗 那问题为什么主力心态在尾盘有多转空 很罕见 非常少见 不过还好我拥有主力心态 我可以在第一时间知道人家主力做什么方向 因为他要让收盘小于028的一个所谓的日线的关键价 所以说明天就会直接看到963的多方防守价 至于时间还有周线关键价 我讲得那么清楚 老师啊 你再讲慢一点 好 963是明天的多方防守价 可是时间的部分很抱歉 我不能跟你讲 周线关键价 很抱歉 麻烦你参考盘前稿 最重要的多方防守价 我跟你讲得很清楚哦 老师为什么不跟我讲 来我举个例子好了 这是今天开盘前 你所拿到的一个所谓盘前稿 如果不是这样子写 麻烦你打电话进来 我头剁下给你当椅子做 今天不管包括9点04分 那一个往上拉再往下杀 然后再往上拉 还包括10点03分 这个垂直击杀 为什么我敢做多 因为当时的主力心态多 因为今天早上是以多方时间为主 这样子9万6会很难赚吗 有没有做到一个所谓面面的 一个所谓巨道 你在开盘前 你所看到盘前稿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所谓方法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所谓逻辑 所以说呢 你想了解明天整体的 一个所谓操作策略 你想要从我的盘前稿 得到一个全方位验证的 广告中的电话 无论如何把它拨通 红亚的股票操作也都是一模一样 来我们跳快点哦 我在节目当中 我在跟着我强调 全台湾 全台湾 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一个老师 能做到股票不用遮 而且连多空防守价都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做一个 完整的预告 就好像在前天 前天礼拜一对不对 当所有的被动元件 全部打到谍停板的时候 我请问各位 有哪一个老师在前天自己看重播带 跟你预告271块钱 就是华星科的一个所谓多方的 一个所谓防守价 就预告完之后 昨天华星科有没有来 就一口气有没有21块钱可以赚 那我请问大家 那问题为什么 每一段的华星科的一个所谓回档修正 击杀的一个所谓过程当中 我的LINE 8 我都敢跟你做预告 因为很简单 我希望你能够选对专业 当你选对专业 我们一起来行善布施 当我们全部在行善布施的情况之下 我还是老话一句 老天爷所有的关爱眼神 就只会给我们 我们自然好运就会旺旺来 你了解我的一个所谓意思吧 老天爷所有的关爱眼神 就只会给行善布施的 不然每一个人都说 我早上我在拜拜 我在烧香 我敢会财神庙拜 我什么都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我只相信要行善布施 因为老天爷是看行善布施的 就像我不瞒您说 头顾老师有的很迷信 那天我们老板在开会说 讲一件事情 某某头顾老师 每一个月固定捐三千块 讲三千块太刻意了 好了今天三千到五千 到某某固定土地公庙 他叫我们也要去拜土地公庙 我这个人 我对神的定义很简单 神如果在帮助一群独藏里面 不强化自己专业知识 只会用骗的 那不叫做神 那叫做魔 神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情 全世界需要被帮助的人 麻烦看一下伊索比亚好不好 麻烦看一下有多少国家在战争 那小孩子生出来是畸形 因为被化学污染 被化学污染 那我请问各位 神要帮助你们赌博吗 你做多的你也在拜拜 你放空的也在拜拜 难道阿拉比阿 阿门厉害了吗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只相信我自己 今天不管包括9点03分 9点04分 10点03分 你敢做得多 你头多 我多多要给你当地做 都这样垂直击杀 你敢买喔 你敢买喔 因为你专业不到阿 因为你没有主力心态阿 因为你不知道多方时间阿 那同样的 昨天249月的华欣科 往下击杀 12块的价差 你敢买吗 你不敢嘛 那这跟神有关系吗 跟土地公有关系吗 所以同博老师 我知道你都在偷看我节目 清醒一点 没事把我课程带回去多学 真的啦 不然去下载我的软体就好了 就好像今天还有一个课很简单 他说 某某老师都在帮主力作手 在盘中帮主力作手出货 然后我说 基本上他帮主力作手出货 那不干我的事情 然后他只是问我一件事 难道那个老师没有你的软体吗 你们被 我只能讲了 很多盘中连线节目 跟电视台没关系 都是那一群二职的投顾老师 你自己想想看 然后又基本面包装 又基本面 本益比一倍两倍啊 涨到本益比十倍啊 赶快买啊 结果股价呢 结果股价呢 从一百多块钱跌到三十几块钱 然后不敢讲了 连都被出货了 这是为什么 我说你要去下载我们软体 最主要的一个水源 因为当你下载我们软体 我就随便举例打2049的上瘾 我讲难题一点啦 我现在买回来 再涨回到五百块 比较厉害 还是我在五百块卖出 你下我涨到五百三十块 我为什么五百块要卖 因为很简单嘛 人家主力在放空啊 所以这是为什么 你不要跟我讲说 你看盘中连线节目赔钱 那是你的问题啊 你相信它的基本面啊 我请问各位 不管包括上年基本面 不管包括六四八八环球金的 一个基本面好不好啊 八月八号的那一天 创历史新高 成长表现历史新高 我的会员全部问我说 能不能买环球金 怎么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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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五百六十块就在放空 上瘾五百块放空 环球金五百六十六块放空 你知道赚多少钱吗 赚到爆炸了 赚到可以买走半个台湾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说你要下载软体 最主要的原因嘛 现在今天被动元金又跌下来 很多人问我说 夏老师 现在到底要做得都要放空 你们策略到底在哪里 你的老师 你的老师没有策略 没有关系 你的老师不懂 大盘月线绿灯要全力放空 没有关系 那你就带枪来投靠嘛 你 我跟你讲 我做多啦 我就是做多啦 月线红灯 我七月份 八月份证明给你看啊 七月二号放空 2478大域 七月五号放空 6456GIS 没想到今天GIS还在破底 七月十七号放空 8043密忘石 3624光节 2375自保 標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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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 coloc 都跟你预告都跟你预告 跳跳呢 那如果你加码攤平了 你加码攤平了 现在华欣科每天爽一下 可以赚12块钱 你赚得到吗 你有钱赚吗 所以说改变战术策略 带枪投靠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这过去的绩效我们讲快一点 那想办法去强化你的专业知识 很多人都小师 现在我真的不敢做 不敢做 然后呢 不敢做 小师啊 共匪打过来了 我是军人我不敢杀他们 不敢杀就整个国家跟着亡 你不敢做 就整个家庭跟着倒掉 你不敢做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手中股票全部套牢 那如果你强劲办法 去强化你的软实力 不管把我们可爱的平板给带回去 或是你 想办法学习专业知识 我请问各位 华欣科买最低会难吗 会难吗 买在35块 卖在285块 283块钱48块钱价差 会难吗 会难吗 一趟 还没玩还没 光潔没时间讲 导播又在画圈圈了 有没有很轻松吃到龙虾 月线红灯就跟你讲的 强调还是权利做多吧 8月14号买一次 8月23号又等到机会 华欣科又齐杀又买 又赚了53块钱 没错吧 没错吧 甚至于包括上个礼拜三 主力薪太多 盘中多工转换技巧 华欣科又赚了16块钱 光一挡华欣科 先赚了117块钱 还没完 可你预告271块 预告完之后 真的跌下来 你昨天敢买吗 你敢买吗 又21块钱 又21块钱 所以说呢 你买在430块的华欣科 恭喜你 你应赚了8块钱 借由我们的价差交易 那华欣科 今天谢老师 你为什么没有买 来接牌哦 接牌哦 昨天请大家打电话进来索取 对不对 你索取到的价位 如果有多一毛 少一毛 拨通电话进来 我头多下给你当椅子座 来 270块 261块 看清楚哦 第一波华欣科 往下击杀 这个最低低点 270块 老师 你为什么没有买 麻烦上一下课好不好 昨天华欣科会报大量 有 有吧 报大量情况之下 我的课程没有教你吗 今天华欣科 这种一条路可以走 今天华欣科开盘 需要开过压力 299到301 这个是正确的 一个所谓逻辑 结果今天华欣科 它是开盘 先往下急测 270块 不敢买 要到261 很可惜 今天没有来 如果今天早上 我跟你讲 早上这样子 往下杀 杀261 我一定会买给你看 懂我的意思吧 课程都有教你哦 270块 你算不出来的 麻烦打电话进来 261块 你也算不出来的 麻烦你也打电话进来 可是我只限 是我的学员 你不会算 算不出来的 给你提示 包括日关键价 包括下支开放支撑 那更简单嘛 你去下载我们软体 老师我没有时间算 我有时间看什么 娘家 还是金台风 还是什么大帅 还是什么 韩剧 我没有时间算 没有关系 没有时间算 你可以把平板当作扇子再扇 因为在平板的正下方 电脑板的右半边 他会很清楚的 跟你预告关键价 很清楚 跟你预告多方的 一个所谓防守价 所以说 恭喜大家 你又得到了 一个所谓事前的 一个所谓预告 又得到 事后完整的验证 所以全班会360 差一天 真的差很多 软硬通吃的 一个所谓大计划 真的只要360 感谢观看 时间播通 电话再做完整的消息 下一节更屌 更精彩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有时候取信于民还真的很复杂 来看一下 来来来 下几分 自己看 3点22分 恭喜会员 多单大赚 空单也大赚 我录节目的时候 PM盘完全都还没开盘 只有PM盘 刚刚广告时间一查 跳水 跳水五十几点 我录节目的时候 我连外资是买是卖 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期货 外资买四百多口 为什么 你没有做期货 还是老外句 你更需要看得懂 一个所谓大盘 我请问大家 今天我做多三趟 然后尾盘 心态 由多转空 反手放空 我会不会跟你预告 人家是有备而来 因为他要让家权 收小于日线的 一个所谓关键价 你手中有多呆的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 小心哦 到时候川普针对 中国两千亿克税 搞不好到时候 美国期货跌一千点 那你就断头了 台子级搞不好跳空跌停 你手中有多呆 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我奉劝各位 你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来找我 再来一遍 千万不要跟一大堆阿呆老师啊 每天跟你讲 大盘摆旁边 个股摆中间 一切的细节 麻烦你看我们的 一个所谓超盘手杂 你借由的一个所谓的主力心态 你当然知道 大盘上涨或下跌的 一个所谓机会很大 所以说你掌握了 华星科的 438块 129块的价差 那为什么今天不摆华星科 我也跟你讲得很清楚 因为他没有杀到我的币眼买点 所以说 而且他没有跳空开高 跟你做到重点 马甘丁把昨天的重拨带 掉出来看 有时候我说啦 你跟晚上财经台最做就好了啦 昨天外资华星科买一大堆 对对对 华星科收梯字线 每一个人跟你讲 卖萌嘛 跟你讲说 外资买超前十名 被动元件 我老早就知道 晚上财经台要讲什么了 所以说我昨天跟你预告 这个行情 华星科 没有你想象中 这么样简单 谁跟你讲 T字线要上涨 谁跟你讲 T字线要上涨 这么重要的条件 连空方防守价都没碰到 难道没有投顾老师教你吗 来 接下来华星科很简单嘛 290块 电脑板的部分在右半边 手机板的部分在正下方 等同于他目前的周线关键价 已经成为他的空方火价 那他明天的日线关键价到底是落在何处 我的关键报告里面写的非常清楚 写的非常非常的一顺明白 老师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来再一遍 这是昨天跟你讲6456GIS 今天需要收盘大于170块 麻烦看一下今天GIS最高高点多少 我摇到手都已经累掉了 你的软体有没有办法跟你预测这个关键价 你软体没有办法跟你预测关键价 没有办法给你主力心态 你认为它会涨吗 那基本上来啦 被动元件操作难度很高 可是这张股票 我觉得很有趣 很有趣 它的获利大幅度的一个所谓成长 我现在就等在中美贸易大战的利空 如果利空 我跟你报告 当你看到台子期货跌停 你会请家荡产 可是问题就个股的一个所谓角度 就是最后上车的机会 因为你不要忘了 大盘月线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红灯 这一档股票非常非常有趣 其实你们也知道是哪一档 自己稍微查一下好不好 这一档股票你要留意它的一个所谓七会节 因为2Q的一个所谓获利大幅度的成长 所以说你手中有持股上面的问题 你要索取关键报告 你的多单报告 感谢观看 拨通电话叫做完小询 反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或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短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定次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